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的股市消息可谓多姿多彩 首先我们看到 随着对特朗普可能胜选的担忧加剧 道指大幅下跌 市场情绪受到影响 尤其是科技股的表现不佳 纳斯达克指数下滑1.6% 接下来 特斯拉的好消息让股市稍微振奋 该公司在第三季度意外实现盈利 主要得益于降低了每辆车的生产成本 这无疑在竞争激烈的电动车市场中增添了信心 特斯拉的盈利达到20% 25亿美元超过分析师的预期 这让投资者对未来充满期待 最后 日本物流公司Konoac Transport计划 在印度推出医疗器械清洗和消毒服务 这一举措不仅能改善当地医院的卫生状况 还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版图 随着印度医疗市场的扩张 这将为Konoac带来新的商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三遭遇重挫 主要由于对科技公司盈利的担忧 国债收益率上升 以及政治不确定性加剧 导致三大主要指数全线下跌 投资者对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愈发紧张 尽管民调显示双方几乎持平 但特朗普在政治博彩市场上的前景 却有所上升 分析人士表示 特朗普提议大幅提高进口关税 以振兴国内制造业 这将立即推高消费品价格 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回升 此外 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25% 这是自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进一步加大了对股市的压力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标准普尔500 和道琼斯指数均下跌约1% 导致一度下跌超过600点 连续第三天遭遇亏损 同样来自CNN的消息 特斯拉在第三季度意外实现盈利 令其近期受挫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反弹 尽管销售量仅增长6% 但由于成功降低了汽车制造成本 特斯拉的平均每辆车制造成本 降至历史最低的35100美元 较去年下降了约6% 在电动车市场的价格战中 特斯拉面临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尽管投资者对特斯拉在自驾机器人 出租车计划上的细节感到失望 导致股价下跌 但公司仍然报告该季度盈利25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 此外特斯拉还透露 正在为2025年上半年 推出更多经济型新车型做准备 尽管该公司已未能按时推出新车而闻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 华尔街的股市应对利率将维持在高位的担忧 而遭遇损失 预计澳大利亚股市将出现低迷交易 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走势 和美联储可能的政策调整感到不安 这使得市场情绪变得更加谨慎 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表现 市场对美联储是否会维持较高利率的预期 产生了疑问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 Nike Asia报道 日本物流公司Konoak Transport 将在印度推出医疗设备清洗和消毒服务 利用其在国内的经验 进入日益增长的海外医疗市场 Konoak计划通过当地子公司 收集医院的医疗器械 如镊子和剪刀 进行清洗 包装和消毒后 再送回医院 由于印度许多医院 缺乏处理这些流程的能力 外包给专业公司 不仅可以确保质量 还能节省成本 该公司计划在2030年前 在德里 孟买 加尔各达 班加罗尔和钦奈 开设消毒中心 预计投资数亿日元 并力争到2030年 实现年收入6亿日元 美联社报道 苹果和高盛因错误处理 Apple Card交易 被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命令 共同支付8900万美元的罚款 监管机构指出 苹果未能将数万笔争议交易 发送给高盛 而高盛在调查这些争议时 未遵循联邦要求 导致消费者在退款时 面临漫长等待 甚至信用报告上出现错误信息 苹果和高盛均表示 以解决这些问题 并认为 Apple Card是非常友好的 消费信贷产品 监管机构要求 苹果支付2500万美元罚款 高盛则需支付4500万美元 外加1980万美元的赔偿 并限制其推出新信用卡的能力 悉尼晨报报道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的杰米 戴蒙应对特朗普的态度 而引发广泛关注 尽管戴蒙在公开场合 对特朗普的部分政策表示赞同 但他在私人场合 却明确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并对特朗普的选举否认行为 持有强烈反对态度 戴蒙的沉默被解读为 对特朗普可能的报复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 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 高层商业领袖中并不罕见 戴蒙在处理与特朗普 和哈里斯的关系时 显得小心翼翼 尽管他在经济问题上 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对公开表态持谨慎态度 以避免在当前激烈的 政治气候中受到攻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在残奥会上的表现 引发了人们对其作为 残奥体育强国地位的重新思考 在本届残奥会上 澳大利亚仅获得18美金牌 排名第9 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 最低金牌数和排名 尽管澳大利亚一直被视为 体育强国 但近年来 其在残奥会上的表现 却逐渐下滑 尤其是在全球 对残疾人体育的投资 和关注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 将在未来两年内 为高性能残奥体育 增加5490万美元的投资 这将使其在残疾体育方面的 投资水平 与一些主要竞争对手相当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日本显示器公司JDI 由于未能与中国地方政府 达成最终协议 以暂停在中国建设 OLED面板工厂的谈判 该公司希望通过 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来获得资金 但经过多次延长谈判期限 仍未能达成一致 JDI已经连续10年亏损 曾经的主要客户 苹果公司转向OLED屏幕后 其销售额大幅缩水 为了重建业务 JDI计划退出 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器市场 专注于OLED面板的量产 但此次谈判的失败 迫使其寻找新的复苏路径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SET内 因一名员工涉嫌内幕交易 是TSA首次出现 员工因内幕交易被调查的情况 相关调查涉及到的员工 在处理上市公司信息的部门工作 被指控多次将为公开的公司 收购信息泄露给亲属 导致他们从中获利 日本交易所集团对此表示歉意 并承诺将采取措施 以恢复市场的公信力 随着日本政府 希望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 TSA和金融服务局 FSA的这一丑闻 可能会对日本的投资前景 产生重大影响 悉尼晨报报道 华尔街的强劲反弹逐渐减弱 美国股市出现下跌 标普500指数 在下午交易中下跌1% 这一回调 发生在该指数连续6周上涨后 标志着自9月初以来的 首次三日连跌 道琼斯指数下跌431点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 则下跌1.7% 其中大型科技股 成为市场的主要拖累 麦当劳引起 Quarter Pounder汉堡语义 COLI疫情有关 股价下跌5.3% 可口可乐尽管盈利超出预期 仍因出货量未达预期 而下跌2% 波音公司则在报告 超过60亿美元的季度亏损后 股价下跌2.4% 并面临可能结束 持续一个多月的罢工的关键投票 尽管整体市场承压 AT&T和德州仪器等公司 却因超出分析师预期的盈利 而股价上涨 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 投资者对股市的高估值产生顾虑 同时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将在年底前进一步降息 国际市场方面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0.8% 而中国市场在央行降息后 连续第二天上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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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六读简报